有关大学升学的高中学习档案竟被消失 因为外厂商除包导致80所高中职 近8000名学生的学习历程档案资料遗失 影响范围是9月5号到9月22号新上传的档案 游记南大学团队协助开发公版模组 资料遗失部分在学生上传到学校平台这一关卡 原先为了强化资安才把各校资料 搬移到新机房的虚拟主机 没想到其中三台虚拟硬碟 因人为设定错误导致25000多笔资料遗失 学生的心血等于白费 老是还要花时间重新认证 错误实在是也非一所失 在这个设定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有一个检论的机制 应该要去强化 工程师的一个失误就造成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很难让大家可以去认同这样的一个处置 对受影响的师生表达最大的歉意 给教育部一个最大的教训 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容许再发生 尽管教育部长亲上火线道歉 强调就责到底 成立专案小组协助处理 依旧难平失声和家长的怒火 国教育提供的公版系统属单机版 需有人力定期维护更新 北市则是云端版能自动更新备份 这回才能幸免云难 学习历程就是一个扰民的过程 你把学生搞死了 这是可恶嘛 你害了多少学生啊 人家多少心血多少努力 真的是低级错误 当然要下台嘛 而且不止一个人下台 相关人都应该下台才对 国教育每年编列三千两百万 委托近南大学执行系统违孕 没想到这次人为疏失 学生心血付诸流水 重做又得花大把时间 这也凸显资安风险管理大有问题 记得是热林佩洁 台北财报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球资料 点赞 订阅 转发 Elterniri 转发 beau赚 tud forum 明转发 打赢